美軍上個月底在阿富汗首都克布爾發動空襲 聲稱殺死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山省的成員 帶給傳媒踢包誤殺平民 事隔三週,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齊終於承認 空襲行動導致10個平民喪生 當中包括7個小孩,最小的只有2歲 美軍濫殺平民不是新聞 但今次慘劇之所以格外令人關注 除了因為涉及幼童,還因為死者當中 有曾經幫美國人道救援組織工作的人 據說當時正打算離開阿富汗就投奔美國 老規矩,美國佬但凡頭暈生氣都會拉到中國頭上 拉不到中國,唯有在內部互相扯皮找替死鬼 美軍殺錯人,最袖手自然是拉到情報部門誤導 正如今次撤軍搞得一地雞毛 美軍就說是因為情報部門嚴重低估塔利班攻陷赫布爾的速度 不過這麼說,雖然五角大樓擺明的推裝 但情報部門表現的確極之不堪 他們就說一早已經警告空襲目標地區有平民和小孩 喂哥,一個城市當然有平民 你不要說收到情報,顯示沙漠有沙 還有,不要轉而視線 現在問題不是美軍央及辭予誤殺平民 而是指殺平民 連幫Issus掃地一個阿蟬都殺不到一個 中情局局長是否應該提頭來見呢? 別看荷里活電影拍到美國特工的英明神武 我要打十個 但在現實裏難道個個都是Tom Cruise嗎? 最經典的例子是911恐襲之前 CIA明不明早知有兩個阿蓋德成員在美國境內活動 但就沒有向負責國內情報工作的FBI通棄 而這兩個恐怖分子不用勞斯動眾收集情報 都知道紐約世貿中心有大量平民 結果還成功劫持飛機,向目的地進發 說CIA的哈六夜 整集都說不完 奇哥在此只是跟大家分享一個最珍貴的一宗 話說在冷戰時期 蘇聯KGB虛構了一個叫自由獨立軍的波蘭反蘇組織 然後特意留了給CIA 誰知CIA真是信以為真 馬上向總統匯報邀功 美國政府在之後兩年不斷向波蘭空投武器物資 援助起義軍 波蘭當局當然是卻之不公 911恐襲之後 時任總統喬治布殊 就創立了國土安全部 負責統籌CIA、FBI等情報機構 效果是怎樣呢? 稍為讀過中國歷史的朋友都知道 明朝搞完錦衣衛,搞東廠 搞完東廠,搞西廠 搞完西廠,搞內廠 結果就駕床跌屋,養肥一大班官 當然,情報部門廢是一件事 美國大兵會不會明知有平民而炸得稍為緊實一點呢? 本身亦好成疑問 美軍撤出阿富汗搞到天下大亂 山姆大叔受到世人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想緩都緩不到而已 你猜類似人間慘劇 伊拉克、敘利亞、索馬里等地發生得少嗎? 《殺人犯》大家見過了 《殺人犯》而作大意林彥 人權衛視狀,真是亞美利堅 指此一家,別無分毫 國防部長奧斯丁發表聲明 為事件道歉 又說會努力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怎知道跟手話風一轉 吹噓沒有一支軍隊 比美軍更努力避免平民傷亡 按照這說法,需要頒要一個洛貝爾和平獎給美軍嗎? 哎,好心你吧,奧斯丁先生 給同理心,好不好? 他老哥自己都承認在軍隊生涯中飽受歧視 試過做八十二空降師指揮官的時候 向白宮官員進行簡報 結果也交由白人同袍代曆 有試過穿便服視察某個單位 對方竟然議話不說 走過去歡迎白人下送 就算現在官拜國防部長,但拜老頭也幾乎看不到他 叫他做the guy who runs that outfit over there 連命都不記得 奧斯汀自己不受歧視的人權受到侵犯 怎麼可以對阿富汗百姓不受屠綠的人權無感呢? 不過說來都浪費氣 美國短短二百多年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戰爭史 當中只有16年沒有戰爭 二戰後的歷任總統幾乎都在任內發動或者介入戰爭 特別在911事件之後 美國發動所謂反恐戰爭奪去超過80萬人性命 足足911死難者的幾百倍 歐洲議員華萊士說得對 美國近四十年來日日轟炸別國 中國近四十年來從未轟炸別國 美國指責中國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 只能夠說是對棟篤少藝人的最大威脅 你這麼funky 誰救你老啊?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 大家覺得是like搞錯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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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